起 这有很多可能的 绝 媳妇 她说米白够 再来一次 柔 哎呀 好美我们 康 神功 绝活 乡村有奇观 高手在民间 她不会是用手掌 洗衣拉罐 拉动这货车吧 好 现在呢 她已经用这个 手掌 吸住衣拉罐的底部 天哪 这都拉得动 小巫 你的这位游人 也太厉害了吧 大家看 没参加 小巫 这是你的二徒弟吗 是啊 他的车速 已经达到二十代了 我二徒弟 不光人来了 不行不行 还拉了一车的蔬菜 停停 那边有一个大卡车 你要能把那大卡车 拉动 那才算牛人呢 小伙子们 纯爷们们 凡是体重 体重结论 自己还行的 上 上上上 留高 留高 我觉得他有点 我可能会失败 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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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今天观众朋友们 现在防强的 用他的肚皮呢 驾驶着一辆 这个小货车 小货车上面 占了二十个人 已经不止二十个人 现在这个车的重量呢 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肚皮的 这个承重量 但是他依然 在坚持 他依然 在举着双手 等着观众朋友们 给他如雷般的掌声 用木棍 这边顶着 那边拉着 然后往前一走 就一起了 这很有意思 这有想法 好 朋友们 前面顶后边拉 实际在一根 这个重量上 可以了 否则会撞车的 那个车 检验一下 这个刀 是不是很锋利 是真刀啊 鲁瑶你要不信的话 你拿你胳膊试一下 二指禅解释一下 就是两个手指 在这刀上 这条线 这条线对吧 你可以了吗 可以了 大家屏住附近 这是有非常的危险情况 千万不要模仿 这都是开了热的菜刀 只要它立起来 就使一份工 这个臂力还得了 这个臂力还得了 可以复杀了 太厉害了 手一点伤到没有 有没有比刚刚这个菜刀上倒立 还精彩的 就更好了 铁沙掌 铁沙掌 告诉大家 批什么 铁沙掌就是碎灯泡 就是把灯泡打破 然后把那个灯泡 在你的玻璃给搓碎 我都听到了 碰的一声 哇 粉粉碎 你还要干嘛 在手心里面搓碎它 什么 还要把玻璃捏成粉末吗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难道它的手掌 是钢筋贴固吗 这是肉手 要把玻璃 我真的很害怕心里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安静 安静 还要继续啊 对 哇 哇 哇 大家往下看 它几岁的玻璃碎屑 现在在纷纷掉落 大家看一看 这个我也会 这叫踏雪无痕 还要踢舞啊 哎呦 飞翔了 飞翔了 飞起来了 莫叫情 啊 是飞翔 啊 是飞翔 是飞翔 煎 煎雨更灿烂 嗯 嗯 嗯 进来一个 还有 单腿站立 朝天又一旦 哎呦 掌声在哪里 大家都看呆了 我的天 这是一张纸啊 朋友们 它在纸上在坐着 啊 江湖人称 脚掌 纸上飘 他能在纸上飞 毕老师也会一个绝合 在纸上行冰 这不是纸吧 这个绝对不是纸 这不可能是纸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试试 不相信这是纸 绝对不是 现场有没有有小刀的 切一刀 切吧 谢谢 不好意思 你还要再走 是吗 让他不破 是吗 所以他不让我撕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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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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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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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电视机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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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